大家好,今天是8月15号,星期二,今天的市场跟昨天的市场刚好是相反, 昨天的市场,纳斯拉克特别是美国的半导体市场是强烈的反弹, 到了市场关门以后,一共谈了10%。 现在谈的,今天的市场刚好跟昨天是反了, 昨天谈的所谓的10%,今天可能只剩4%了。 现在昨天,你看这个半导体三倍指数,它昨天反弹了10%, 现在呢,现在只剩下4%了可能。 因为从那个30%,就是从21%到23%,现在又从23%掉到22%, 今天掉刚才最多的是掉了4%。 今天呢,美国这个500强指数呢,也刚才也掉了0.9%。 对吧? 现在呢,这个股市啊,跟那个美国的股市呢,跟赌仓是一模一样。 对吧? 很多人呢,现在就是玩这个临时的,就是当天过吃的这个职权。 这个职权呢,如果你玩的好的话呢,那是非常赚钱的。 比赌仓还还快。 因为现在市场嘛,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走到一个方向, 想不想说,你用一毛钱的这个职权啊, 它控制这个40块钱的东西。 就是40倍。 一毛钱40块的差不多。 4块。 40倍,50倍的杠杆。 所以你一毛钱可能就掉到就没了。 但是呢,如果你看得准的话呢,就是一毛钱就变成5毛或者1块。 对吧? 这个5到10倍。 所以现在呢,市场上玩这个东西的人呢,特别多。 现在市场也受这方面的这个因素的影响。 今天早上有篇文章。 对吧? 所以呢,这个目前的市场波动呢, 跟这个方面这个职权的玩法呢,是非常相关的。 对吧? 所以呢,以后啊,我们这个, 其实呢,这个,就是说你要如果风险控制的好, 啊,市场也看得准的话, 那可能比那个赌场还好一点啊。 当然了,其实不管是赌也好,不赌也好。 这个呢,是一个风险控制的问题。 对吧? 如果你的风险控制,你的风险在1%以上呢,这个风险是非常难控制的。 你看我们这个, 你看我们这个, 今天那个倒镜子是掉304点。 那是大概掉1%。 昨天呢,涨了1.2%. 你看我一般呢,就看这个CNBC, CNBC告诉你这个市场呢, 现在是去什么状态? 别人是怎么想的? 然后呢,我们是怎么想的? 就是这样的话, 方便就是做决定。 对吧? 今天家园对美元呢, 就是到了最低点。 就是近期来最低点。 到1.35了。 对吧? 人民币呢, 到了10, 就是10块3比1美元。 现在今天的外汇也是, 什么澳元6毛5都不到了。 然后呢,这个, 郭州各样的这个市场, 现在目前的这个美元呢, 比如这个, 应该是在最高的地方。 我国际呢, 现在这个, 这个美元这个, 比如这个, 应该是见顶了。 对吧?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这样一个情况。 这个市场呢, 就是目前这个, 这个瓦尔街这个, 纳斯达克的, 近阶段的, 底点。 但是不能说, 最底点啊。 我来想呢, 就是跟大家告诉大家, 昨天呢, 晚上关门的时候呢, 我是买了这个, SQQQ, 对吧? SQQ呢, 今天涨了2.6%, 现在是。 这个半导体呢, 这个半导体呢, 这个昨天呢, 它是半导体指数三倍指数, 现在涨了3.5%, 对吧? 涨3.5%, 昨天, 最多一天, 掉了10%, 现在, 按理说呢, 这个半导体的指数呢, 入场的一个机会, 对吧? 今天, 我们早上呢, 就给大家, 有个这样的, 这个, 概括。 现在这个市场呢, 今天, 现在, 道经指数, 掉了0.83%, 这个SP掉了0.9%, 这个NASDAQ掉了0.8%, 当然, 目前这个市场呢, 就是说, 随时都可以, 对吧? 因为, 都可以, 在1%的, 一天内的波动, 一般这种情况, 是比较小的。 刚才讲了这个, 持权呢, 现在, 玩持权的人, 特别多, 因为现在, 你知道, 做什么生意, 都不好赚钱。 如果呢, 大家在这个市场上, 有一定的经验的话呢, 这个市场赚钱, 可能是, 相对来讲, 是比较容易, 但是呢, 关键点, 我们始终强调的一点, 就是, 风险控制的问题, 对吧? 你只要风险控制好啊, 其实这是, 最赚钱的一个地方。 如果风险没有方法控制, 我就不会控制的话呢, 那就是一个亏钱的地方, 对吧? 其实, 赚钱跟亏钱呢, 就是, 你这个是散户, 还是庄家的问题。 所谓的庄家呢, 就是说, 你的风险是非常小的, 你看, 赌强以后, 他是面对着, 金钱上万的, 这个, 这个赌徒, 或者是, 玩家, 对吧? 他为什么, 他, 为什么, 没有用任何仇劳, 啊, 没有, 没有脑筋, 他就能够赢, 就是因为风险控制。 他的风险呢, 就是在百分之零, 百分之一以下, 对吧? 这是赌藏的一个东西。 如果你, 当多数赌徒, 或者是投资人呢, 他在转线操作的时候呢, 他的风险, 都是在百分之一以上。 如果在百分之一以上呢, 就很难控制。 这就是我们说, 培训这个百分之一理论,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, 一个关键因素。 当然, 我们有时人呢, 就是这样的, 往往是贪了, 对吧? 或者是恐惧, 而导致这个, 这个亏损, 对吧? 就是这两个原因。 所以呢, 如果我们说是百分之一这个, 波动幅度, 那就可以排斥这个, 贪男与恐惧。 所以做到连续稳定回报的就, 不成问题了。 谢谢大家, 今天早上就, 啊,